藏传佛教的祖师爷,莲花生大师一千年前预言了今天的一切,提出末法时代,正在一步一步应验。 莲花生大师是诸佛身,与义的化身,从法身的究竟面来讲,莲师就是阿弥陀佛,在报身而言,也就是大乐层面来说,莲师就是观世音菩萨,在化身的层面来讲,莲师就是在莲花中诞生来到世间度化众生的上师,为利益末法时期之众生而化身于人间,在西藏人们非常敬爱莲师,称他为孤辱人。 一位宝贝上师或珍贵的上师,或有师称他为白马卡拉或白马囧面,莲师在一千多年前就预言出末法时期,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切,夜精瓶,滑板,飞机,汽车,智能手机等等,很多预言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令人震惊和发人深省。 这里是菩提树下,欢迎订阅,带您来解读佛学,感悟人生。 许多金刚城弟子都知道,昔日莲师弟子曾向乌金教主莲花生大士请教说,请上师慈悲开示,末法恶世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来临呢? 莲师很慈悲地说道,当铁鸟在空中飞行,即天空中有飞机飞行。 铁马在地上奔驰,火车和汽车的时候,就是末法时代到来。 这个时候,佛教秘法将会兴盛,并且红传全世界,在这个末法时候,全世界会出现这样的情形,君王不像君王,人臣不像人臣,父亲不像父亲,儿子不像儿子,父子更像是玩伴,女人不守真解,男人淫欲不减,佛教末法的许多败相征兆都浮现了。 莲师又预言说,很奇妙啊。 那个时代的车子,不用马匹来拖拉,自己可以发动行驶,很奇妙啊。 那个时代的青少年,为什么脚底下要踩住牛脚? 且装上轮子滑来滑去呢? 很奇妙啊,那个时代的人们,不必出门,每天只要坐在那队一一面小镜子,就可以知天下事事了,且更可互通讯息啊。 真是神奇啊。 这不就是我们手机上的微信吗? 也许大家看到这里,都明白,汽车,滑板,叶晶屏,手机都是现代人很熟悉的东西了。 莲师进一步说,那个时代,很多出家人追求名利,云游四方欺骗信众,处心几率收取别人的财物,拥有个人私产但却不做佛事,不送经文而沉沉于歌舞娱乐之中,破戒却心中没有愧疚。 关于末法时期的众生,莲师说,那个时代,会有女子在夫妻间进行挑拨,第三者插足,不孝的儿女将父母赶出家门,兄弟间为家产打架,造下午夜却不起惭愧心,佛陀的教育渐渐沦丧,近亲之间会出现乱伦,很多人沉溺于赌博之中,引君子整天吞云土雾,酗酒的人贪恋悲中之物。 佛像法本器物沦落到市井上成为商品,很多人将祖先传下的珍宝卖给外国人,由于烂砍烂法造成水土流失,导致自然灾害频发,城市里盗贼,四起,乞讨的人遍布城市。 很多人会于战火中丧命,连诗的这些话,在今天看来,是这样的触目惊心,人类对于大自然疯狂的掠夺,虽形成前所未有的物质繁华,但是道德沦丧,道己自起,疾病流行,各种社会问题接连浮现出来,如果我们再不加以警觉,收敛自己的行为,终有一天会毁于自己的文明之中。 有些人认为,如果没有莲花生大师的出现,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藏传佛教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,在西天取经途中遇到九九八十一难,各种妖魔鬼怪,而莲花生大师在去往西藏的途中留下了种种神迹。 遇到的怪事甚至比玄藏法师的还要精彩,或许有些人对莲花生大师并不熟悉,他是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,也是藏密宗洪教的开山祖师,在佛书中,他被称为释迦牟尼佛,观音菩萨,阿弥陀佛身,口,义的三密化身,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中神通发力最强的一位。 公元前479年,传闻,乌金国遭遇了多年的天灾,旱灾和饥荒,使得百姓们苦受煎熬,百姓只能摘些未成熟的花卉宝腹,但还是有很多人死于饥饿,为了能够帮到百姓。 国王将自己丰厚的财产全部捐出,但只是杯水车薪,绝望之时,国王和大臣们只能日日祈祷,观音菩萨不忍心众生被饿死,只能请求阿弥陀佛帮忙,阿弥陀佛将心中的射字投射到了乌金国达那姑下海的一朵莲花上,此时莲花立马射出一道红光。 在这个污浊的恶势,莲师为了利益末法时代的众生,为了圆满众生的需求而慈悲视线,我们向他祈请并以他的慈悲,对于遣除这样一个时代所面临的疾病,饥荒,战争特别有效,在这个时代里,众生接受三毒之苦。 不重视法教,破戒的众生比比皆是,对佛教的负面影响很大,这时,我们必须向莲师祈请,请求他降服所有负面的力量,安抚一切痛苦。 莲花生大士曾经说过,任何对我修禅定的人,就是对诸佛修禅定,任何见到我的众生,就是见到诸佛,我是所有诸佛的总集。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莲花刹那间绽放,一个八岁大模样的男孩,竟从花蕊中走了出来,原本身幻眼级的国王在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,视力竟完全恢复了,国王高兴地将男孩带回皇宫中。 封为太子,次名海生金刚,因为他是诞生在莲花中,所以给他取名为莲花生,自从他出生之后,吴经国便开始风调雨顺,整个国家开始变得欣欣向荣,所以人们都视他为祥瑞。 那为何称莲花生大师是藏传佛法的奠基人呢? 国王认为这一切都是莲花生带来的,便将莲花生当成自己的接班人培养,给他找最厉害的老师,莲花生此时也展现出了自己隐藏的非凡,在莲花生长大后,迎娶了漂亮印度公主为妻,国王宣布让他执掌国政,但是莲花生心中没有任何杂念。 他一心反感这种虚伪狂妄的权力事件,对权力,金钱欲望毫无兴趣,想要放弃王位却得不到国王的允许,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出宫去修行。 他还没有想到办法,王宫中就有人陷害他,他被指控杀害了一位大臣的儿子,后来便被顺利放逐到宫外,于是莲花生就开始了他的学佛修行生涯,跟着多位大师研习佛法,最后获得圆满成就,成为了那烂陀寺的高僧,便开始了度人,强魔, 传教的事业,而他最家喻户晓的事迹便是在西藏的传教,文成公主在嫁到西藏之后,便和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以及当时西藏的统治者松赞干部一起,不遗余力地在西藏弘扬佛法,而西藏的十二镇摩斯正是当时弘扬佛法的代表,对当地百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松赞干部的后代赤宗德赞也深受其影响,在他上位之后,也希望可以将佛法发扬光大,便派人到印度请教高僧,于是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纪护大师便前往西藏,纪护大师是莲花生大师的同门,当纪护大师到达西藏之后,不知是不是时运不济的缘故,西藏很快便发生了洪水,瘟疫等一重天灾。 于是,当地百姓就认为是不是外来信仰将这些灾难带过来的,其实早在佛法进藏之前,西藏已经有了传承几百年的教派,而原本就排斥佛教的本教便趁机宣传自己的信仰。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将妖魔鬼怪全部消灭,而是用自己的口才将他们全部感化,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,有的妖怪甚至成为了莲师的护法,而来到西藏的莲师也是凭借自己的能言善辩说服了很多人,让他们转而信仰佛教,并消除了佛教和本教之间的隔阂,还确立了当地的佛法制度。 而现在西藏的桑耶寺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修建的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莲花生大师回答了弟子们关于末法时代的预言,铁鸟升空,铁马奔腾,君不像君,臣不像臣,父不像父,子不像子莲师也感叹道很奇妙,未来世界的车子,没有马也可以自己跑,他们不用出门,只要坐在镜子前,就能了解到天下事,就可以和人交流信息。 莲师还说道,人心是最重要的,那个世界里会出现很多假僧人,他们打着佛法的幌子,骗财,法器,佛像都可以成为他们发财的货品。 人们也都渐渐没有担当和责任,男人女人们互相利用,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将父母赶出家门,同胞兄弟之间会为了争夺家产而断绝关系。 同时,末法时代的环境也很糟糕,人们为了利益烂砍烂法而造成的水土流失,瘟疫,洪水泛滥,极端天气接踵而至,盗贼四起,四处都是乞讨之源,最大的危害则是粮食危,人将会面对糟糕的社会。 有人认为,现在的社会中,林师的预言正在一一应验,而末法时代到底何时降临,也只能交给时间来验证了。